大飞机的家族在不断地壮大 大飞机的研制是国家综合能力的起源 我所亲历的约20飞机的研制 五年首飞 八年交付使用 有国外的同行问 这样的奇迹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说实话 它的密码真迹就在于 自立自强 自主创新 我们想争一口气 在约20飞机的研制过程中 我们发扬大协同 大创新 大奉献的搭运精神 先后拱破了很多技术难关 从数字化的设计 数字化的制造 仿真模拟 到一级网络的协同管控 深层次地渗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 和高质量的发展 作为一名航空的科技工作者 我深深地棋回到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实际上 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想用我们就有 想干就能 航空正青春 万里能为零 我们已经爬上 高水平科技发展的 这么一个万里征程 那么 在打造大国重器的征程上 我们探索 创新的步伐 不会倾斜 航空报国 不负重夺 我们必须也一定能为 国家的强盛 和民族的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不负重复